高速公路上20名海巡署人員 和警察鎖定目標後 立刻衝上前將一台車攔下 過程中駕駛不斷抵抗 警方也駕槍實彈 將男子壓制在地 過程相當驚險 最後更在貨車內攔截黑市 價格超過17億 重達858公斤的K塔米 海巡署真防分署基隆茶器隊 在今年2月接獲現報 有毒銷利用貨車載運大量毒品 花了4個月的時間調查 發現一名黃姓男子 找來張姓和潘姓男子計畫運毒 開貨車運輸則由林姓男子負責 在今年7月24號凌晨 林姓男子開車到基隆捷運毒品 潘姓男子擔任前倒車 要引導載滿毒品的貨車 開往南部 不料檢警就在國道1號 與台62線大華交流到附近 將車攔下 當場查獲大批毒品 四人利用層層分工製造斷點 躲避茶器的方式 所信專案小組即時攔截 基隆地檢署在13號偵查終結 目前四人均被收押警戒